女排联赛最重要的一场比赛 由上赛级冠亚军天津女排对阵江苏女排 面对对面的17、18岁的小孩 天津女排以全主力上场外援瓦尔加斯、李盈盈、王源源、姚迪姚美人、杨毅、孟斗 天津女排这架势不赢球都难啊 三局比分分别是13-25、23-25、15-25 第一局年轻气盛的江苏女排小姑娘们开场3-4不落下风 姚胖发球下网5-7、王源源拦网得分5-10打停江苏女排 李盈盈、阿尔加斯开始发微比分很快拉开到6-16 吴孟杰发球直接得分8-16、陈伯雅扣球出界9-16 周叶童扣球得分12-18、周叶童发球失误12-22 李盈盈扣球得分13-25、第二局吴孟杰拐直线打中1-1 唐欣豹扣2-1、唐欣青拍3-1 万芷约扣球得分5-4、江苏双人篮网得分6-5 周叶童轻拍8-7、吴孟杰爆扣9-7、杨佳打中11-9 吴孟杰爆扣12-9江苏女排领先 这比分有点意外啊 看起来江苏女排这些小姑娘可以一战嘛 周叶童爆扣14-11打停天津女排 阿尔加斯扣球被篮15-11 天津女排这球打得有点意思啊 唐欣扣球16-12、李盈盈扣球16-16打停江苏女排 阿尔加斯扣球被篮17-18、吴孟杰爆扣18-18 吴孟杰扣球得分19-20、杨佳篮网得分20-22 吴孟杰打手出界21-23、天津女排阴眼挑战 对方触网失败22-23、吴孟杰扣球得分23-24、瓦尔加斯扣球得分23-25 第二局展现出江苏女排年轻队员努力的一面 场上大比分江苏女排0-2落后天津女排 江苏女排这些17、18岁的小孩能够把天津女排打暂停 能够拿到23分已经是一种成功 第三局周叶童篮网得分2-2 周叶童轻拍3-3 吴孟杰轻拍5-4、李盈盈打直线得分5-6 万指约打中被飞6-6 天津女排连续失误6-9打停江苏女排 周叶童扣球被篮7-13 吴孟杰打手出界8-13 唐欣扣球得分9-14 唐欣扣球10-15 瓦尔加斯扣球被篮11-15 江苏女排阴言挑战打手成功12-15 万指约打手出界12-17 周叶童暴扣13-18 天津女排把姚迪又换上场 天津也担心输球啊 王元元打中探头13-20打停江苏女排 孙燕打中14-20 周叶童暴扣15-22 瓦尔加斯扣球得分15-25 天津女排3-0战胜江苏女排 毫无疑问在实力强劲的天津女排跟前的江苏女排小姑娘们根本不是对手 3-0比分说明一切 但是在输球的背后江苏女排有几方面值得肯定 值得点赞 江苏女排小姑娘们精神状态不错 从开局到结束的三局比赛的精神饱满 面对冠军球队没有胆怯 除了第一局有些放不开外 状态发挥正常 缺少经验的江苏女排小姑娘们放开打也具备一定的战斗力 第二局虽然输球 也多次领先天津女排 两次打停天津女排就是证明 在16-11领先5分的情况下 如果有经验显然可以拿下这一局 江苏女排主教练防守锻炼年轻队员 用这帮17-18岁的小姑娘硬抗天津女排三局 三局比赛中天津女排的绝对主力瓦尔加斯 李盈盈 王月月一分钟都没有下场的情况下 第二局不过是25-23赢球 如果张长宁 龚翔宇 倪飞凡 刁李宇在场会怎么样 女排联赛 有也只有江苏女排才是天津女排真正的对手 其他球队都差点意思 期待江苏女排的这帮小姑娘尽快成长 加油